好,凯米台风是重创了花莲,铁公路是柔长寸断 经过公路单位的及时抢修,速滑重得到何人路段 在30号的傍晚是正式的开放通车了 让不少用路人士早早前往排队 有的是赶着回学校上课,有的则是工作上的需求 大幅降低了交通时间 大货车、沙石车、排排站都在等待崇德管制站开门 一位速滑公路终于抢修成功 等了多久的时间? 我等了一天了 一天?是说昨天晚上? 有民众甚至从30号就先来卡位 凯米台风重创东部交通 尤其是速滑公路和人道崇德段 边坡4.6万地方公尺土石崩塌 道路整整中断一个星期 终于在30号傍晚5点抢通成功 会不会害怕? 有一点怕啊 还是要过啊 要回去上课 那你在花莲困多久了? 我就回不去 一堆男女从桃园骑车来要去宜兰 没想到原定路线被台风影响而封路 只好一早就来等开通放行 经过南投高雄再到花莲足足骑了20个小时 不过也刚好见证了速滑抢通后的盛况 本来要走不条路 然后对他有被风落下来这边 然后又在等这个 从桃园港来 要去宜兰 要去宜兰 那你绕一大千过来这里 根据了解速滑河人道崇德段实施时段性放行 从31号开始开放上午6点到8点 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5点到7点3个时段 各2小时 整个路段车辆都可以通过 但夜间禁止通行以确保安全 在汪州上严重的地方 在冬冬局达到中半七几小时之后 7月30号下午5点开放东西 蘇花公路是东部对坏命脉 虽然呛通 但还不知道边坡有没有做好固定 不少民众还是看到时不时有土石松落 只能提醒吊等开车这样怎么算安全回家的路 接下来收藏您学厅请欢迎报道